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视频 本视频是在Oklahoma Broadband Initiative项目支持下所制作和完成的 这是一个多方合作的项目 它同时也是全美Broadband Initiative项目的一个部分 想了解更多关于Oklahoma Broadband Initiative的项目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和社交网络主页的更新 本视频中关于网络风险的主要素材、动画和一部分插图 来源于联邦贸易管理委员会 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既然是在网络上是一部分的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保护自己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资源 一件事你能够做为保持安全的 是禁止你的网络上的朋友们到人们你其实知道 根据你社交网络上关于你的part点 zad情的旅程在空间下的关系 误这种人会用选择 选择疾人们太 kasih教育的 太多了 任何不向你 代表公司的社交网络上 社交网络上 而且帮箱的公司 帮助标准产 你能否治疗和你的文件 你能保护自己的手术 保持自己的安心 兕健康的格典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不恰当的网络交往 在左边的这张图片当中 有人分享了他的信用卡信息 右边的这张图片当中 有人分享了他的汽车驾照 这些都是你的个人敏感信息 是不应当在网上与他人分享的 你也许会笑 我才不会分享这些信息呢 但是你应当意识到 当你与他人在网上分享信息的时候 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无论信息量的大或者小 无论你分享的机构可信度多高 每一步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数据的泄露 所以请谨慎保管你的所有信息 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你网络设备的隐私权限设为最高级别 因为即使是泄露很小量的数据 也有可能被网络诈骗 网络钓鱼所利用 另外还要警惕社会工程的攻击和恶意的网络数据挖掘 不同于以往 骇客进入你的电脑窃取你的个人信息 社会工程攻击更多的是利用你心理的弱点 通过交流欺诈骗取你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伪装成你的银行 套取你的个人账户的密码 或者你的社会安全号 如果你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对方的身份 不要泄露你的个人信息 不恰当的网络交往 泛指网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还包括网上的虚假身份 网络的诈骗 恶意的人身攻击 黑客和网络的猎手 网络猎手主要是搜寻儿童 作为欺骗和虐待的对象 网上的骗子通过电子邮箱 找到你的主页 而你的主页上有你的个人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又恰巧是你账户密码 保护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你妈妈的信 比如说你的第一辆车 比如说你的学校 虽然这些信息看上去微不足道 但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账号被盗用 所以保护好你的账号 设置复杂的密码 不要过多的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 在网上结交新的朋友 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是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伪装成其他人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也可能伪装成善意的接近你 因此不要轻信网上的聊天信息 尤其是陌生人所说的 是陌生人所说的 是陌生人所说的 是陌生人所说的